有错博说老花一 兰花削包了怎么补救 补救个屁 削了再长吗 他有的话说 老花一为什么削包 兰花削包一般来说 缺水啊 缺肥啊 或者是有病啊 有的话说老花一 兰花为什么 你一定要明白 兰花就是90%的花友 他都会听取网上的 或者是大神给的建议 就是会用一些 很排水透气的这些土壤 有的话说 什么意思啊 我不太懂 我给你演示一下 那你看 你看他立马就把水流出去了 看到没 那很多的花友呢 就是新手花友哈 他就这样随便一浇 其实呢 他没有浇透 你像一直跟花伯妹说 你可以去浸盆 可以这样 知道吗 其实兰花最好的方式就是这样 就是给它泡 泡上几分钟之后 再给它拿出来 就是泡几分钟 再给它拿出来 那种是最好的哈 我说的这个是一个方式 所以说老是缺水的花友 感觉自己浇水浇不透的 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一个方法 就是防止缺水 第二个是呢 就是缺肥 这兰花也是需要肥料的 有点话说老花一 你不是说的兰花是这种厌肥植物吗 好家伙呢 你比方说我媳妇吧 对吧 她不喜欢吃西红柿 打个比方嘛 我说的 她喜欢吃西红柿 她不喜欢吃西红柿 但是呢 我们能够获取维生素的 这个唯一的来源就是西红柿 它必须得吃 明白了吗 所以说呢 它厌肥之后是 但是在开花的时候 比方说 她现在也怀孕了 她需要补充维生素的时候 她必须得补肥料 兰花也需要吃肥 人家说老花我听好康多 其实老花也不愿意提一些其他的品牌 其实你用普通的款 吃肥就完全够了 明白了吗 磷酸剂也可以给兰花用 但是你注意用量 少用 别用多了就行了 是吧 要不喜欢吃西红柿 不喜欢你也得吃 少吃呗 慢慢来呗 懂了吗 还有一个人就病害 像兰花呢 包括黑尖啊 黑斑啊 网上会给你推荐各种的一个药 我跟大家说 但凡用在兰花上 稍微比较好的杀菌药 你十块钱以下的 你连看都不用看 用稍微好一点 用大牌子的 什么那个 贤正达的呀 或者是这些国光的一些大牌子 稍微好一点的药 或者是千百计的那种 就是带牌子的 正儿八经牌子的 该用药的用药 土里面也可以用一点 明白了吗 懂这个事 还有一个是兰花 就是关于温度在一块的小包 温度过冷或过热 都可能会导致小包 知道吧 兰花啊 有的话说老花一 兰花跟 你看梅兰竹菊 好像就兰花最矫情 你要这么说的话 有很多人会骂你的 你明白吗 你要明白兰花在野生条件下 它一点都不矫情 只是你在你家里面 你给它养矫情了 你懂了吗 它在野外的时候 它 你看 叫君子爱才取之有道对吧 兰花它不需要很多的肥料 有几片 就是枯草给它盖住 或者是在斧叶墩里 它就能长起来 明白了吗 它也是很坚韧不拔在野外 它也是很淡泊名利的 所以说它能入选花中世君子 你明白这个事 在你家呢 你再想想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 羽绒的兰花知识 老花一 兰花记得一会 拜拜错误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